鱼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奥赛时将有大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傲人员来华 人流聚集增加 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 我们也知道这次冬奥会是疫情下半赛 它肯定是有感染者或者局部的小规模的就进行疫情 都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是大量的境内外人员都齐聚 这种传播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除了感染者呢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也做好了充分的应居预案 以整套的方案